随着各乡镇部落文件站陆续开战建制 圆明会对于部落老人长辈行的安全也格外重视 对乡公所圆明客会同乡明代表村长主义前往现场会刊 尤其老旧毁坏路面及积水路段都会是改善重点 福明村拉加山部落文件站的老人长辈配合着音乐做体操运动 而乡公所圆明客长马嘉明相代表林玉芬会同了规划设计单位 针对了文件站周边环境设施改善主义进行会刊 村长无名义社区发展协会与头目都同行关切 路况真的有的路况真的很差 接送的时候路况高低不平 南门会第二边坡会躲起来老人家还不舒服 有的老人家去文件站真的还不方便 所以说有关大卫能够积极的来把所有的路面能够整理起来 随着各乡镇部落文件站陆续建制开展运作 圆明会针对部落老人长辈行的安全也格外的重视 地方代表与村长也纷纷提案争取 并且选在今天逐一现场会堪讨论 相当关注部落老人长辈 关怀照顾的乡代表林玉芬 除了协助各部落文件站的建制推动 也相当重视部落交通环境的安全 因此积极向上提案争取 希望维护部落老人长辈到站的交通安全 今天我们其实是看了四个区域 也就是四个公区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些路面能够重复 然后让我们的老人家 因为这里面都是我们聚落重要的道路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由我们原住民委员会的经费 能夷注进来把我们的路面 然后整个设施环境能够改善 景观漂亮 让我们的民众感觉到很舒适 一行人从复明村部落文件站周边环境 到明享路 明有路 以及复原村相邻的道路逐一现场回堪 尤其将老旧毁坏的路面 以及积水路段等问题 一并纳入工程计划内加强改善 记者是玉兰瑞瑞岁采访报道 继续造工程